现在很多人的婆媳之间相处都不和睦 其实家庭有矛盾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及时妥善的解决 当然婆媳之间如果产生矛盾的话 也要及时解决 如果不及时妥善解决的话 就会矛盾越积越多 最终大爆发 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是男人出场的时候了 王强父母结婚三十多年 虽然也有过婆媳矛盾 但是都是王强父亲在调和下解决 一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王强小时候也是父母轮流带 或者托邻居造卡 上小学后他妈妈就没再工作了 一直在家照顾他和弟弟 他爸爸一个人养家 他弟弟刚出生的两年 奶奶和妈妈一起帮忙照顾 王强爸爸工作很辛苦 早上六点出门 晚上十二点才回家 父亲从没有想过让母亲分担家境 一直说赚钱是男人的事 你安心在家照顾好两个孩子吧 后来王强和弟弟都上学了 王强妈妈一个人可以照顾得过来 奶奶也不会经常擦合家里的孩子 教育等等问题 开始找自己的生活乐趣 王强的奶奶和妈妈相处也很和睦 两人看到王强父亲这么辛苦 两人心里都非常心疼 所以两人在家里面 都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减轻王强父亲的负担 有时候也会因为一些矛盾意见不合 产生增长 这时候王强的父亲就会出面来解决 这个时候男人的角色就非常重要 男人千万不要觉得一边是自己的老妈 一边是自己的媳妇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觉得没办法管 不好掺和干脆就不管了 那就只能证明这是一个男人不负责任的表现 最后老妈和媳妇都不高兴 你在中间日子自然也都不好过 都说了手心手背都是肉 自然谁难过了 你都心疼 所以有矛盾就单独疏导 所以男人才是解决剖析问题的关键 当家的经济资助 说一不啊 老婆老妈都挺你的 当然老人自己也要有自己的生活 都说清关难断家务事 家庭中的事情 其实有些事情根本说出不可对出来 但是遇到了又不得不处理 那么作为男人 如果自己的媳妇受了委屈 就一定要及时爱慰 然后跟自己的老妈好好谈一谈 相反的 如果媳妇做了什么让婆婆不满意的事情 那么你也要跟媳妇好好沟通一下 然后再跟老妈谈谈宽心的话 其实做男人也不容易 但是对于生命中对你同样重要的两个女人 你的用心是值得的